同学们好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动脉的上部分 首先我们讲一下肺循环的血管 肺循环的动脉大家要知道这么三点 第一个要知道肺动脉的主干位置在哪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它的起始以及分支 第三个要知道一个结构叫动脉硬带 首先我们看一下肺动脉 大家再熟悉一下心脏的解剖 上腔静脉 主动脉 肺动脉 左心耳 右心耳 心脏的下缘 心肩 下腔静脉 我们看到的这个主干 叫肺动脉干 肺动脉干 肺动脉干它的位置在哪呢 应该是在心包内 这是生主动脉 生主动脉的左前方 第二个看一下起始 大家想象一下肺动脉 它应该起于哪一个心腔呢 这个应该是幼心肢 所以肺动脉起自于幼石 它的分支是两支 我们看到的这是主动脉弓 在主动脉弓弓的下方 形成左右两支 也叫左右肺动脉 什么叫动脉阴带呢 大家看一下 主动脉弓下缘 和左肺动脉的根部之间 有一个结体组织所 这个结体组织所叫动脉阴带 培胎时期是什么呢 动脉导管 动脉导管必说以后形成动脉阴带 所以肺循环动脉 大家了解这么三个就行了 第二个我们说一下体循环的动脉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主动脉 主动脉 主动脉大家了解这么几个内容 一个是主动脉的起始 主动脉分为几部分 每部分都有哪些重要的分支 其实分布分支 下面大家看一下挂图 这个图大家看 胸前臂腐前臂都打开了 我们看到基柱前方的这个血管 就叫主动脉 主动脉 主动脉这一端 也就是起始端 应该起于哪一个心腔呢 我们心脏已经介绍过了 主动脉应该起始于左心肆 左心肆 起始以后大家看 它弯曲向上升 然后向左后弯曲 再下降 所以它形成了三段 生 弓 降 三段 那么生主动脉和主动脉弓 以及降主动脉这三段 都有动脉分支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使大家讲的重点 要了解它的分支关系 分支关系 我们从一个版图上 大家看一下 如何分成这三段呢 大家看 这是生主动脉 主动脉弓 然后是降主动脉 我们把它画一下 生主动脉的根部 形成三个痘 主动脉 左痘 右痘 后痘 然后主动脉弓上 又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分支 下方 分为左右两个恰重动脉 把这三部分我们标出来 这是生主动脉 这一部分叫主动脉弓 整个叫降主动脉 大家想象一下 在十二胸椎水平 有一个主动脉裂孔 隔肌的主动脉裂孔 那么隔肌将降主动脉 是不是又分成胸部和腹部两端 那么这个就叫胸主动脉 这个叫腹主动脉 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它的分支情况 首先看生主动脉 生主动脉有没有分支呢 大家想有三个痘 其中两个痘 有动脉开口 一个是右贯重动脉 一个是左贯重动脉 所以生主动脉的分支 是左右贯重动脉 左右贯重动脉 主动脉弓的分支呢 这个叫头臂干 头臂干 然后是左侧的进种 左侧的锁骨下 也有三个分支 那么重点 大家看降主动脉 先看胸部 注意 所以在这个部位左右发出了若干支 叫支气管动脉 伴随左右主支气管进入肺 所以它是营养肺的主要的动脉 支气管动脉 我们再看胸主动脉的前臂 有很多很多小支 这切断了 他们到哪去了呢 他们到使管 所以我们把这些小支 分布到使管去的这些小支 叫使管动脉 这个叫支气管动脉 那么这个主干的后臂 还发出下十对的内肩动脉 内肩动脉 这是胸部的分支情况 我们简单记一下 这是支气管动脉 这些小的叫使管动脉 这些对称的叫内肩动脉 我们再看腹部 腹部的分支就更多了 在主动脉内肩动脉 下方向上发出一对叫隔下动脉 到隔肌 隔下动脉再往下有一个短干 叫腹腔干 腹腔干 腹腔干在上下方 对称的发出肾上腺中动脉 肾上腺中动脉 再往下 腹腔膜上动脉 再往下左右对称的发出了肾动脉 左右肾动脉 再向下也是成对的搞完动脉 或者叫揽潮动脉 再向下就是长细膜下动脉 最下方还发出一个底正中动脉 那么主肾的后臂对称的发出了四对腰动脉 我们把名词简单写一下 这个叫隔下动脉 肾上腺中动脉 这个叫腹腔动脉 也叫腹腔干 然后是长细膜 上动脉 这是肾动脉 搞完动脉 长细膜下动脉 这些都属于腰动脉 四对 这是底正中动脉 那么从这个图 我们就对整个主动脉的分支情况 先大概有一个了解 大概有一个了解 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讲一些动脉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一下静肿动脉 静肿动脉 静肿动脉 大家要知道这么几点 第一个要知道它的起始 起始部位左右是不是一样 它的位置在哪 有哪些重要的分支 起始部位 另外我们还要知道摸脉直血点 我们从一个图上大家看一下 静肿动脉 比如这是壳 静 喉结 下合脚 这有一个肌肉 大家想想应该是什么肌啊 这有个肌肉 胸锁鲁土肌 对吧 我们来看前方应该有什么结构呢 前方这块应该有一个甲状圆骨 这是过去我们学过的 下方是环状圆骨 环甲膜 气管 底下有一个线体 甲状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动脉 起始在什么部位呢 左右是不一样的 从这图大家看 左侧的静肿动脉 起自于头壁干 从这开始上去 说一下 右侧静肿动脉直接起于主动脉宫 所以左右的起点不同 左侧应该是起于主动脉宫 右侧应该是头壁干 下面我们看位置 我把这个动脉画一下 大家看 起始的部位是在凶蛇鲁土肌的身面 又在甲状线的身面 沿着喉气管和食管的外侧往上走 走到甲状圆骨上缘水平分叉 分出一个恰外一个恰内 所以它的主干就是这一段 那么位置应该如何描述呢 上端是甲状圆骨上缘水平 这是它的位置 那么它的分支 我们已经清楚了 就是两支 一个是境外动脉 还有一个叫境内动脉 两支 第四个 摸脉点 直血点在哪呢 大家看 这是凶缩鲁土肌 凶缩鲁土肌前缘的终点这个部位 正好能摸到这个动脉的跳动 所以摸脉点直血点应该是凶缩鲁土肌 前缘终点 这个部位 可以摸到动脉的跳动 那么它的分支间分为两支 我们分别说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第一支 境外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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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重点要了解它的分支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颅骨 矿腔 矿腔 全弓 关节节节 下颗窝 外耳门 鲁凸 整部 下颗 小头 会凸 我们看一下动脉 我们看一下动脉的分支 动脉 它是从总动脉开始来的 然后形成两支 两支 我们看到的这支叫恰外动脉 恰外动脉上升 在下颗子的身面 然后到捏部形成了两个中支 这个叫捏浅动脉 这个叫捏浅动脉 其他的分支 这块还有一个细支 叫捏中动脉 那么这块还有一个全矿动脉 这个大家不用记 这还有一个比较粗的 叫上核动脉 上核动脉 向上发出一个最重要的一支 脑膜中动脉 大家想 什么时候我们提到脑膜中动脉 一点 一点内侧 有脑膜中动脉 是上核动脉发出来的 然后它往前还发出一个 捏深前后动脉 这又发出一个夹动脉 这又发出一个面横动脉 这又发出一个下牙槽动脉 再可孔着出来 我们再往下看 这发出一个动脉 绕过下颗骨下圆 口角鼻到眼内齿 这是面动脉 面动脉本身发出一个扁桃体脂 还有一个额生动脉 向后发出的这个叫耳后动脉 又发出一个枕动脉 烟生动脉 舌动脉 这个是壳下动脉 再往下 注意 发出一个甲状腺上动脉 甲状腺上动脉 那么这些分支 大家记哪些呢 记几个主要的分支 比如捏浅 分布到哪儿去 额顶捏 圆主子 额部 顶部 捏部 这些部位的圆主 这是一个 上核动脉要记住 上核动脉 营养范围很多了 比如说 有外耳道 这个硬脑膜 夹肌 牙齿 还有牙齿 阻绝肌 恶 还有恶扁桃体 这些部位都是归他营养 恶扁桃体 重点大家记住 到硬脑膜去的脑膜中动脉 哪儿中动脉 那么再往下记住这个面动脉 面动脉主要是到面部的圆组织 面动脉 还有一个蛇动脉 蛇动脉 它分布到蛇 蛇下线 还有恶扁桃体 最后就是甲状线 上动脉 分布到甲状线 和猴 这些分支 大家记住就行 那么它的默默点 直血点在哪儿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默默点 直血点 大家记住这么几点 第一点 捏浅 动脉 也就是耳平的前上方 能摸到捏浅动脉的波动 还有一个是咬肌前缘 大家看咬肌在哪儿呢 这块应该是咬肌 咬肌的前缘 与下颗骨下缘交界处 这块能摸到面动脉的波动 面动脉的波动 这两个大家要记住 这是境外动脉 我们再说一下境内动脉 境内动脉在这儿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了 记住一个特点 静部无分支 它一直催直上升这个 通过颅底的境动脉管 进到颅腔 经 境动脉管 入颅 营养水呢 分布到 脑水 还有氏气 分布到这些部位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神经系统里面 我们再介绍 这是我们提到的境种动脉 境种动脉 境种动脉我们 讲过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给大家提一下 锁骨下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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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家得知道 这个动脉是从哪到哪 叫锁骨下动脉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锁骨 锁骨切剂 静静脉切剂 那么这儿下来的是第一类 第一类切剂 第一类再往下 这就是第二类了 第二类大家看 对应的切剂 是不是相当于 胸骨脚啊 这是胸骨饼 这是胸骨体 交界的这个部位 那么这个动脉是从哪到哪呢 是从胸内关节 这儿开始 成功状弯曲 然后向外 这是这个锁骨下动脉 这是往上去的 我们不讲了 锁骨下动脉 注意第一类外缘 再往下 从第一类的外缘 往下 这个就叫做液动脉 只有第一类外缘 到胸瘦关节之间 这个弓状的部分 叫锁骨下动脉 发出哪些重要的分支呢 向上发出一个叫锥动脉 向下发出一个叫胸阔内动脉 两字了 这儿发出一个短看 甲状静干 静干上发出一个甲状腺下动脉 静生动脉 静横动脉 肩甲上动脉 其他小准不要记 记住甲状腺下动脉 这儿有一个内静干 内静干发出一个静生动脉 还发出一个第一 也叫最上内肩动脉 主干上来以后分两支 分别走在第一内肩和第二内肩 形成内肩后动脉 所以这个分支我们就不写了 我再重说一下 重点要记哪些呢 记锥动脉 追动脉 我们提一下 它向上怎么走呢 穿上六个静椎的横涂孔 穿上六个 静椎横涂孔 然后再穿整大孔 就进入到炉腔了 进到炉腔 那么分布到哪儿去呢 脑髓和脊髓 分布到脊髓 和脊髓 也是神经系统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听 这儿知道一个椎动脉就行了 往下来的这个叫胸阔内动脉 胸阔内动脉是在一到六类颜股的后方往下走 那么大家知道它的分布区就行了 它主要分布到胸前臂 胸前臂 还有心包 隔肌 路防 分布到这些部位 第三个我们提一下 甲状腺下动脉 我写到这儿 分布到甲状腺 那么现在大家考虑一下 甲状腺的血液供应应该有几个支 我们看一下 甲状腺 这是从前方看 缓状腺 缓甲膜 下边这就气管了 甲状腺呢 中间是峡部 两侧是侧页 这是线体 我们看它的动脉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甲状腺上动脉 我们想象 甲状腺上动脉来源于什么动脉呢 境外动脉 甲状腺上动脉 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过的 甲状腺下动脉 甲状腺下动脉来源于甲状静干 这个名字叫甲状静干 甲状腺下动脉 甲状腺下动脉 这是境外 所以甲状腺的血液供应是两个来源 我们继续往下来 说个下动脉 再往下走 就是液动脉 液动脉 液动脉 我们也要了解它的位置 从哪到哪 就液动脉 我们画一下 这是比如说是第一类 第一类 这是绘突 这呢我们画一个肌肉 大圆肌 大圆肌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就是胸小肌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脉 动脉是从哪到哪呢 从第一类的外圆 往下来 胸小肌身面 然后到大圆肌的下缘 注意看两端 这一端 是不是应该是说个下动脉啊 那么这一端 就是一会儿我们要介绍的公动脉 所以它是在第一类外圆到大圆肌下缘之间这段 叫夜动脉 由于三角肌分隔 把它分为三段 大家看有哪些分支 这有一个胸上动脉 你看也分两支 走在第一类肩 第二类肩 这叫类肩后动脉 这就叫类肩动脉 它的主干 叫胸上动脉 然后还有一个胸肩风动脉 这发出一个胸肩风动脉 胸肩风动脉发出哪些分支呢 到胸小肌 到胸大肌 到肩风 到三角肌 所以分部区 都是一些肌肉和关节 再向后在三角肌的外侧圆的身边 发出一个胸外侧动脉 胸外侧动脉都到哪儿 也到胸小肌和胸大肌 还有前聚肌 这个叫胸外侧动脉 再向外 这发出一个肩甲下动脉 这一段叫肩甲下动脉 这个叫做胸背动脉 这个弯弯的叫旋肩甲动脉 旋肩甲动脉 我们再看它的末端 这又发出两个动脉 旋弓前动脉和旋弓后动脉 相互吻合 这个动脉的分支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一段是液动脉 液动脉再往下走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叫肱动脉 第五 肱动脉 肱动脉有哪些重要的分支呢 大家回忆一下肱骨 头 外侧是大节节 下端 这是小节节 那么小节节这块呢 有一个肌肉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圆肌 第一次在小节节 那么这个血管 我们看看应该从哪开始呢 应该从大圆肌下圆开始 这是肱动脉 从这下来 开始在肱骨内侧 转向肱骨下三分之一的前方 下降到这个部位 也就是脑骨劲的水平 分出两支 一个是脑动脉 一个是齿动脉 上方 这个就是液动脉 这是液动脉 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支情况 首先看肱动脉 有一个肱身动脉 绕过肱骨后方 转向前下 和下边上去的一个动脉吻合了 这叫脑车反动脉吻合 这个上面叫肱身 脑车反 吻合 那么齿动脉这块也有个齿侧反动脉 和上方的齿侧上腹动脉 吻合 齿侧下腹动脉 吻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齿动脉还发出一个骨肩总动脉 然后在骨肩膜前方下降的骨肩前动脉 还有一个在骨肩膜后方下降的 叫骨肩后动脉 在它们之间向上又发出一个反动脉 和它的吻合之相互吻合 重复再说一下 这个是公动脉 这是齿侧上腹动脉 齿侧下腹动脉 这个是公身动脉 劳撤反动脉 这个是齿侧反动脉 这个是劳动脉 这个是齿动脉 好 我们就讲这一段 分支呢 大家能记住最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公动脉 以及它的分支 营养范围是哪呢 主要是营养臂部的肌肉 和走关节 臂部的肌肉 和走关节 是由公动脉来营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说一下 齿饶动脉 公动脉 它的摸脉点 止血点 大家注意在果窝前方 可以摸到动脉的跳动 也可以达到止血的目的 那么齿饶动脉 它又怎么走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饶动脉 在前臂 饶侧趋基深面下降 经万步进入手 齿动脉 在齿侧趋基深面下降 经万到手 那么我们 要知道 到手以后 形成什么呢 这两个动脉 这两个动脉 它的分支 我们看一下 劳动脉 分为两支 一个是中支 一个是浅支 齿动脉呢 近万部 也分为两支 一个叫中支 一个叫深支 那么最后 我们就要知道 手部的动脉 形成了两个血管弓 分别叫掌身弓 与掌浅弓 怎么形成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颜色 表示 饶动脉 大家看一下 我把骨画一下 饶骨净突 饶骨下关键面 这是饶骨 这块是齿骨 齿骨净突 齿骨小头 那么我们知道 万部是不是有八块骨 周月三角斗 大小头转勾 那么这就是第一掌骨 其他不画了 大家看 饶动脉怎么走呢 是在饶侧 万驱基的饶侧 向下走 然后形成一个浅支 还有一个呢 绕过饶骨净突 第一掌骨的背面 然后在第一掌骨 尖细进来 到手掌 形成两支 两支 我们来看一下齿动脉 齿动脉怎么走呢 在这一侧 发出一个中支 和饶动脉的浅支吻合 同时还发出一个深支 和饶动脉的中支吻合 那么大家看 是不是形成两个血管弓 这个叫浅弓 这个叫深弓 下面我们看 每个弓上发出哪些动脉 这个呢 我们用白颜色代替了 浅弓发出了三支 叫子掌车总动脉 子掌车总动脉 到每个子间 又发出了分支 叫子掌车固有动脉 往前走 浅之还发出一支 小子掌车车动脉 这是他的分支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深支 深支发出哪些呢 从这发出一个母主要动脉 然后形成个脑子掌车动脉 母子 齿车和饶车动脉 这是到各自去的 各自去的 我们再看一下 浅弓深弓之间 有没有动脉联系呢 有一个掌心动脉 和深弓相联系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 大家想 浅弓要受压了 血液是不是可以通过深弓 到达各自 深弓要受压了 可以通过浅弓 到达各自 那么在这个图里 最主要要求大家记住什么呢 记住手指的动脉 是在指的两端向上走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它的摸脉与滋血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过去啊 有一次我到急诊室去 看到去往急诊室的地下 全是血 很好奇的顺着血迹 到了急诊室 到急诊室一看 有几个工人 其中有一个工人 手指被机器压伤了 那么另一个工人 就给他压迫自血 老工人说了一句话 挺有意思 老工人说 小张啊 今儿要不照小王 反而这么给你压迫自血 你的血可都得躺光啊 我好奇的一看 怎么压的呢 前后压 大家说应该怎么压 两侧 对不对 因为血管在两侧轴 应该这么压迫自血 就说明应该躺多少 就躺多少 一点没起作用 所以大家记住 手指的压迫自血点 一定在两侧 如果在腕部 要压迫呢 就是在两个摸脉点 饶动脉耻动脉 这两个部位同时压迫 同时压迫 这个动脉这部分 要求大家要记住 一个是衔接关系 另外要记住 摸脉和直血点都在那 这是我们要 要求大家记住的重点 好 这节课我们到这 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